接着来看的是机车骑士上路被形容为肉包铁 确实是比较危险 交通部运研所在台中和高雄就事办了一种新式的标线 希望能够减少机车族的风险 如果成效不错 还可能会修法纳入法规就全台适用了 首先我们来了解机车族确实安全堪余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去年全年的事故受伤人数41万人 死亡1819人 而其中因为机车事故而受伤的就占了31万人 死亡的占了1040人 确实比率比较高 而其中侧撞的则有8万人受伤 有233人因此而死亡 在伤亡的比例当中可以看到 年轻族群18到19岁占最多 20到24岁是其次 再其次是65岁以上的长辈 而至于现在要做的这个所谓的新标线 它的意思就是把路面上的箭头把它一分为二 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图就是原来的标线 也就是原来我们常在路口可以看到的 就是直行和侧行是同一个标线 但是呢现在改成就是 让这个直行车跟右转车 不要再共用右边的车道了 而改成像这个图 这个直行车辆呢靠左边 右转的车辆则靠右边 也就是变成两个箭头了 希望这样可以降低被测撞的几率 黑色机车想执行 但被前方打右转灯的红色骑士挡住 还有这个机车停等驱离 执行右转车得自己先瞧好位置 以免绿灯卡卡发生路口侧撞事故 不过为了降低这类事故发生 运研锁事半新式箭头标显 机车在侧撞肇事事故里面 这个侧撞的话占了46.7% 我们希望说右转的汽车 尽量的靠外侧 拿出改善前后的照片 仔细比较改善前 执行右转的箭头画在一起 而改善后箭头则是分开化 根据统计9月事半到现在 降低路口冲突发生率58% 更能明确把机车骑士 导引到执行或转弯的停等区 在标志标线上面的一些 规范上面的话有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的话就强制力就会比较高 不过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还在事半当中 新式箭头标线 规划在车流量多的区域 而全台目前只有台中市 七个路口高雄市一个 根据统计103年 机车事故就有62,179件 共左轴233条生命 新式箭头标线 平均增加了21%的机车车道 减少路口冲突 但能不能降低事故发生率 运研锁持续观察 预计在一年后扩大实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